欢迎大家再次参加今天 《专业创未来》的一个简报会 我们其实昨天已经做了一场 有关于这个计划的一个简报了 今天我们就会专注在另外两个条件中 就是Creativity for Good 和Health Care for Good的一些工作的崗位 还有什么potential 可以给大家开展他们的新的事业发展的进程 我是今天的主持 我是Generation香港的代表 我叫做Karuna 也是这个计划里面的教育和训练伙伴侣 除了我们Generation的一个角色 在这个计划之中 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合作伙伴 一起去统筹这个计划 所以我今天很开心请到其他的行业统筹 Bakut Lab的代表 也有New Lab的代表 和保良局的代表 另外也有东华三远那边的代表 和我们一起去做一些分享 当然也有YWCA的代表 和我一起去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计划里面有什么专业的工作崗位 给我们未来快将要毕业的年轻人 很开心 其实这个计划是由赛卖会专业创未来 香港赛卖会慈善信托基金去策动和捐助 其实这个计划已经是第二年去开展的了 所以今天除了我会讲解一下 我们第二年里面有什么机会给大家之外 其实也会讲解一下我们 我们在第一年里面有什么成功 之后我就会通过一个时间给我们的行业统筹代表 去做一些分享 最后我们都会邀请各位代表 和我有个很简单的调调 谈谈谈调 了解更加多 其實現在僱主請人的時候 我們經常都聽到很多新聞 就說香港很缺人才 或者大家甚至陪著搶人才 究竟僱主請人的時候 他們在看著一些什麼特質 而同學們又可以怎樣把握 一個機會去展現他們的一些 很好的個人特質呢 應該都會跟這麼多位代表談談 最後當然很重要 也會講解這個計劃的一個報名的流程 一些一定要記住的日子 還有一些提示給大家 最後也安排了 15分钟左右的時間 讓大家進行一個Q&A 可以歡迎提問 不只是問我的 也可以問一下 今天參加了這個分享會 裡面的其他議會者 我們事不宜遲 不如看看我們在這個畫面 Facebook 的時候 一些project的highlight 謝謝大家 Facebook 給了我這個機會去工作 然後更加認清自己 這下是最開心的 我是北加索武養館 Unlock Dancing Plaza的project manager 文創有心 Creativity for good 其中一個僱主 Drag CEO Limited的CEO和創辦人 我是Technology for good 創科有心的僱主 日本美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的經理 亦都是商社有心 Business for good 其中一個僱主 我是社建有心 Healthcare for good 的身心健康指導員 文創有心 Creativity for good 的幼兒藝術導師 社建有心 Healthcare for good 的社區健康指導師 以前就是讀亞洲研究 其實跟三至七歲的小朋友 的接觸都比較少 普古斯就在我上班之前 提供了一個職前的訓練營 就是請了一些業界專業的人士 就過來去教授一些專業的知識 就可以利用在Bootcamp裡面 學到的知識 套用回到我的教案裡面 普古斯裡面不同的專家 或者是學者 其實可以將一套專業的知識 很隆縮地分享給他們知道 所以他們特別來到 我們公司的時候 也都很快上手 Coaching 最大的幫助 就是我們一班training 可以圍一下勞 可以大家講一下 入職的時候 有多迷茫 大家可以一起商量一下 可以成為我的一個心靈之處 透過Coaching 給他們emotional support 和工作guidance 建築生可以反思他們的經歷 促進個人成長 我本身不是很熟悉這一行 但是透過ProQuacy的 在職持續進修和行業講座 我發現原來世界是比我想像中更加大 有助我去發掘一下我 我將來理想的工作是怎樣 給到這些訓練 其實都會幫到我們 start up 去 plan 他的 career development 我們也可以配合他們的訓練 給一些額外的培訓 去令到他的 career development 有更加全面的發展 在教學過程中 其實可以換來的 可能是他們的歡笑聲 他們的快樂 ProQuacy令到我發現 我自己是真的很喜歡去教小朋友 我希望在我完成這個計劃之後 可以繼續去參與一些 幼兒教育的一些工作 年輕的朋友 他們透過觀察 和加上他們的創新思維 可以帶到一些很多新的點子 到我們公司裏面 在香港人口老化這個問題 也極嚴重 其實有很多很需要幫助的老人家 而現在的社福界 他們的人手未必是夠的 ProQuacy就給予多一個平台 給予多一個機會 給一些沒有護理背景 但是有心的年輕人 就可以加入一起幫助一些有需要的老人家 我都希望這個計劃完了之後 我都可以管住這個初心 幫到更多有需要的人 以往或者一些比較普遍的 執行模式裏面 我們經常都專注在 技術和知識那裡 但其實價值和能力 是比他們一些軟的技術更重要的 其實他們都給了一套工具 我們叫VASK 公司和企業 都可以組織一下 要一個什麼特質的朋友 幫助到奢侈之餘 亦都可以幫助到我們公司 去有一個人才的配對 VASK 其實我們都會用在 Career Development那裡 去看看他們 會不會有些其他項目 可以在over time 可以增加到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tool 可以讓我們應用到 ProQuacy提供了新的工作崗位 其實都令到我們 在人才培訓 在請人 在如何組織我們公司上 都有一個新的想像和perspective 我相信透過影片 大家都對於這個計劃 有一個很概括 也看到內裡有很多開心的記憶 以及成功於Face 1 現在我簡單的也介紹一下 其實這個項目的背景是甚麼 第一,在第一步 其實我們很希望在當時疫情發生當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看到以人民關為 或者以人為本的工作崗位 其實都看到有一個很大的需要 也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場求職的新鮮人 也都很希望可以投入工作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purpose 希望可以 參與一些跟以人為本 或者是跟社區可以帶到一些正面的 impact 的工作崗位給他們 所以在這個 context 之下 蔡馬會事前信律基金創造了 也是捐助了這個蔡馬會專業創美林的計劃 希望跟189個很有遠見的僱主 去發展四大不同的專業的領域裏面 去幫一些首次求職的職場新鮮人 去投入到一些其實很有潛力 一路有晉升階級的工作崗位 但是這個願景裏面也是很 purpose-driven 也是看到有一個很未來的發展潛力的行業 也都透過一個很 structure 的 traineeship 模特 可以幫一些年輕人順利過度 從一個學校的一些環境到一個專業的工作環境裏面 我們怎樣去透過這個計劃 那個結構或者那個 structure 又會是怎樣的呢 其實這個除了一個很獨特 和一個很完整的架構的 我們叫做 through trainer traineeship model 裏面 其實有三大個元素 和基本上我們是用一個 VASK 即是 values, attitudes, skills 和 knowledge 的模特 去做一個更加我們覺得是一個更加 effective 的人才配對的一個計劃 更加 effective 不單止是對於僱主 他可以請到一個很適合這個工作 可以發揮他們的才能的人才 對於同學來說也可以更加順利 由學校轉職到職場 第一件事我們在這個計劃裏面的特色 亦都可以做到這個目標 就是其實我們有兩個星期的 boot camp 職前訓練型 剛才大家也看到了 是幫助一些年輕人去訓練他們的 soft skills 和他們的價值觀 怎樣去理解他們的工作 是否單單是一份工作 可能不是的 他們怎樣可以有一個 purpose driven 的 contribution to 公司和通過的行業 第二個星期就是由行業統籌 他們去專責設計 針對於每一個工作崗位裏面需要的職能 去做一些專門的訓練 以及一些訓練給他們的 第二個很特別的元素就是 其實這一個工作崗位 都是有一個持續的學習的機會 我們在一年期裏面 他們都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其他行業的專家 可以給予一些 ongoing learning 以及他們可以接觸到整個行業最新的業界的發展 以及所有工作崗位裏面 希望大家都會看到他們 無論你做哪一個工作崗位 哪一個行業 其實都是有一個 social good 以及社會創新的一個價值在裏面的 第三件事就是 除了有些專家給他們做一個行內的訓練之外 其實他們的持續的一些學習 都有一個 coach 好像一個人生導師 幫助他們去面對一些工作上的困難 或者年輕人面對 由學校轉職到工作場所裏面 可能一些不同的心理上 或者是一些 mindfulness 上面有些 mental的支持 都有需要 這是一個持續的 coach 會跟進他們的情況 亦都在同學和同學 所有的實習生和練習生之間 其實都建立到一個很好的 peer network 那這裡 我就很概括地說一說 其實有兩大範疇的即前訓練營 第一個主要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去策劃 他們去統籌的一個 bootcamp 那這裡的 bootcamp 就是針對於整體的工作崗位 行業的一些 essential skills 或者是 knowledge 以及怎樣 apply 他們做一些 他們的工作崗位 或者他們自己 individually 他們的VASK 是什麼 可以更加透過這個即前訓練營 有深入的了解 然後就是一些 cohort 的 coaching 那持續一直 12個月裡面 都會有一些 regular session 那提供給他們的 就不只是一些 coaching 的 support 和他們的 peer support 都可以有一個互相交流 互相扶持住的感覺 雖然他們是同輩 那之後呢 也是有一個 industry specific 的 professional training 那這個計劃呢 其實 total 有成 100 個小時 很針對於他們的行業 或者甚至乎工作崗位 裡面所需要的 skill set 的 training 那希望呢 都可以 align 到他們對於 工作崗位的 expectation management 他們所需要的 values 或者 attitude 甚至乎一些 fundamental skills knowledge building 關於那個行業 那 again 剛才有提及過 這些都是一些花水 就是他們持續的一些 exposure 裡面 除了有 talk 啊 forum 之外 可能都有一些是其他雇主的 visit 或者是行業的 visit 等等的 這個呢 也是一個進程 十二個月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有系統 以及很 structure 每一個月呢 他們都會有一些持續的 coaching 也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industry forum 也都有他們自己的 self reflection 去深化於他們自己的 self discovery 還有強化一下他們 由剛剛第一個月的時候 認識自己的 VASK 到十二個月之後 怎樣利用 VASK 呢 再去有一個 self growth 和 learning 這個呢 也是想 highlight 一下 剛才我們看的 video 都看到的 那很開心 我們 face one 的時候 有超過 189 位 很有遠景的僱主 和我們一起參與這個計劃 然後呢 我們其實都受 這個計劃都受惠了差不多 一萬個不同的 service user 包括可能一些 elderly disabled 和一些幼兒教育的小朋友 那也都想 highlight 就是這個計劃 雖然是一年期 那但是呢 一年期之後呢 其實很多僱主呢 都會 extend 翻 或者是和同學仔 其實合作非常之愉快 也都會有很多同學 願意留下來在那裏 繼續和僱主合作 在他們的工作崗位那裏 contribute to 他們的 business 的 objective 的 來到我們現在今年 是 phase two 了 那 phase two 我們現在是 phase two 的 cohort three 的一個 recruitment 進程當中 那很開心 也都有超過十個 不同 organization 加入了我們這個 program 我們今次的 target 就是希望可以 match 到六百個工作崗位 給這些職場新鮮人的 而今次和我們合作的僱主 主夥伴都越來越多了 已經有250個 或者以上的僱主 參與這個計劃 那今年呢 也都有形形式式 十六個不同 有 future oriented 的工作崗位 那這十六個裡面 今天很開心 都邀請了各個行業的 行業統籌代表 跟我們介紹 針對於 creativity for good 和 health care for good 的工作崗位 現在事不宜遲 不如我先有請 Creativity for good 的行業統籌代表 金金幫我們介紹一下 在 GroupNap 的統籌之下 有什麼不同的僱主 會提供一些很興奮的工作崗位 給一些首次求職的職場 在畢業上的 謝謝金金 好啊 謝謝Carina 那我們這個 就是 後面的兩個 社區項目助理 和創意傳訊助理 兩個職位 就是 現在就是 希望多些年輕人 去報這個職位 那我們有沒有 是不是還有另外一篇的 或者這些 我不詳細說 我有一篇 是那些機構 機構的例子 因為大家 就可能 未必很認識這些機構 但我可以告訴你 他們是很多元 和很精彩的 裡面有一些 是民創的機構 例如文藝奉興基金 這些是舞團 也都是有藝團 也都有一些是做 怎樣說 就是 upcycling的東西 有社區廚房 有些生死教育 也都有一些是社創的機構 那 譬如 還有這個是教育的機構 大銀力量 我們自己也有 等等 這些都是一些社創的機構 還有 基本上 就有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大部分的機構 都是很多元 他們基本上 每一個機構做的 都不會和旁邊的機構一樣 他們不會很大 我想同學可能會有一些 大機構的迷思 我覺得第一份工作當然是做大機構 好 我想有些人是需要一個很穩固的架構 但是 如果是一些比較開放 個人是喜歡試新東西 或者很有自己想法的同學 可能真的去考慮一下 我們這一堆比較小的機構 因為它沒有一個穩固的架構 變成同學可以發揮自己所長 還有我們真的非常非常強調 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這些機構很重視用創意的方法 去處理一些社會的問題 無論它是用社創 或是用一個文創的手法 都一樣的 裡面是有最基本的 就是有社會的關懷 和人民的關懷 因為如果你是做一個文創 社創 文創文化的機構 你很有創意 你很有才華 但是你沒有人民關懷 做出來的作品 我想過去幾天 全個社會都在討論 大家都歪然 所以最後強調一點就是 我們是要一些不是那樣的東西 我想你們可能可以掌握了一個屏幕 所以這個就是基本上我們很希望 會有這樣的質素的同學 是來報我們這個追蹤 謝謝Karina 謝謝金金 我看到這裏就是剛才的 金金有說過 不同的公司 有可能的工作人員的背景 有很多元化的 我們稍後會分享給大家 可能那個網站 可以了解更多 剛才金金 他們幫著這些行業 幫著這些僱主 在統籌的工作崗位 有什麼BASK是需要的 謝謝 好 我們之後 不如去到保良局那邊的代表 也說一說他們 也招募著一個工作崗位 幫不同的僱主 謝謝Karina 謝謝老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這個計劃的行業統籌 黃靖閑 我們保良局在兩年前 都已經參加了這個計劃 成為了行業統籌 就開發了一年的幼兒藝術導師 這一個計劃 希望招聘到有藝術教育背景 或者才華 例如音樂 視覺藝術 或者表演藝術的年輕人 加入我們的行業 發展他們的專長 讓他們有機會 可以體驗到幼兒教育工作 職場的經驗 今年是第二屆參與 如果你們富有創意 或者喜歡小朋友 就可以考慮過名參加 成為我們的幼兒藝術導師 而計劃的目的 希望大家入到學校 可以協助到幼兒園或者幼兒園 提供多元化的教育 推動小朋友在語言或者藝術上的發展 奉附他們在學校的藝術教課程 而幼兒藝術導師的工作內容 幼兒藝術導師入到學校 會安排一位資深的老師 成為他們的指導老師 跟他們一起在學校裏面 幫他們適應環境 也會按幼兒藝術導師的表現 和能力的分配工作給他們 而他們的工作 尤其是獨色工作 包括藝術媒介 例如戲劇、音樂、舞蹈、藝術等等 就和學校的教育團隊 一起合作 豐富學校的藝術教育課程 希望運用你們專業的專項 幫忙協助設計和佈置學校的環境 參與學校的日常工作 協助老師進行一些課室管理 引導小朋友遵守常規等等 指導老師也會定期對他們的表現 給他們回應 鼓勵他們完成這個計劃 如果你們具備以下的相關特質 那就快點來報名了 例如在價值、態度、技能和知識 這四方面 包括很重要的是關心別人 追求個人的全面發展 有愉快的情緒和耐性 亦都對人友善 技能方面就是適應、主動傾聽、合作和創新的技能 都有相關的技能 亦都希望跟藝術相關的知識 例如音樂、表演藝術等等等等 我們總共邀請了二十多個機構 僱主參加我們這個計劃 而這些僱主就為優兒藝術導師提供了職位 而僱主的類別包括幼稚園 就是三至六歲的 幼稚園企幼兒中心就是四至六歲的 而這些幼稚園企幼兒中心 就會有一些日間的服務 有兼收、暫託和延展服務 也有僱主是兒童住宿的服務 是照顧一些二十四小時都在遠社裡生活的小朋友 以下就是參與我們這個計劃的二十多個教育機構 包括有明愛、我們保良局、東華三院、仁濟等等 而參與學校也都有四十多間的 例如剛才不同的教育機構 這裏就是幼稚園藝術導師去到學校的工作環境 他們會幫忙佈置迫布和小朋友上藝術課堂 和佈置課室等等 這裏都是一些他們工作上的花織 例如他們都會推行一些戲劇活動 設立表演 例如畫劇、演奏等等 也有些職前和在職的培訓 職前培訓包括一些兒童發展、兒童遊戲、體驗式的學習 學習、幼稚園課程的一些原則 幼稚園的操守和素養、課室管理等等 形式是有很多元化的 我們有講座、參觀、小組討論 以及一些教學輔導的工作方 大致上就是在職培訓上的舉例 這裏也是在職培訓中 我們也請到一些作曲、編曲、演唱會 音樂總監一身的趙珍希先生 他培訓一些學員 他在古典音樂上面 拿一些選曲和小朋友一起創作美藝 最後衍生了一本音樂的繪本出來 也是一個新的學習 也有些行李箱的劇場 拿著一個行李箱就可以隨時隨地 和小朋友一起玩戲劇 有一段影片 這段影片 因為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搜尋了好工介紹 就可以看得到 或者稍後大家才可以慢慢欣賞 另外在長遠發展方面 幼兒藝術導師如果繼續縱修 或者有更長遠的發展 就可以做到幼兒教師 或者幼兒工作人員 或者是升任為幼兒校長 幼兒中心為主觀 或者是一些興趣班的導師 甚至是可以開興趣班做老闆 也可以的 再長遠一點 可以是職業藝術 或者是音樂治療師等等 我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大家 謝謝 Ms. Wong 我發現 其實剛才兩位學員 講了一些職能上面 可能是一些工作的要求 或者希望一些同學展現的特質 都相對地可能是有更多的 Values和Ettitudes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個計劃 就是希望突破平時 大家都會覺得 我讀那個Major 我應該去報某些工作的 但是在這個計劃的願景底下 就是希望大家不一定是你的工作 是讀哪一科 你的本科 就一定是去加拿 你讀Business 是不是一定要回到Business 都不一定的 如果你是平時很喜歡玩戲劇 甚至是唱歌 對於音樂 對於小朋友的工作 很有熱誠 對於藝術工作很有熱誠 其實不妨積極考慮一下 剛剛介紹完的 一個Creativity for Good 一個Track裡面的工作崗位 那麼好了 我們呢 下一個 Professor Track 另一個行業統授的代表 另一個行業統授 我們會進入 就是Healthcare for Good 大家都知道 其實全世界 包括香港 人口的怒化問題 大家都很重視 都知道越來越嚴重了 到底在這個職能上 或者在這個行業裡面的需求 有什麼工作崗位 在這個大的議題下面呢 我們是可以提供到一些 專業的發展機會 給我們的首次投資的畢業生呢 所以我們今天 將會以下時間介紹 四個不同的工作崗位 我想首先 我們邀請保良局各方面的代表 Blanche不如說一下 你們那邊的工作崗位 裡面有什麼發展的機會 或者我先說 是的,Serena說 謝謝Carina 好,不好意思 Serena麻煩你 是,我先嘗試說 那大家好,我是Serena 那我是保良局 社會服務部那邊的同事 那也是這個職位 建習健體導師的統籌 那什麼是建習健體導師呢 那在我講之前呢 或者我想播一段片給大家看一下 有一個概念 這段片呢 是關於以往的導師 和上屆的學員的分享來的 那麻煩 那麽 導師呢 就好像一道橋樑那樣 其實是連接了服務使用者的需求 和治療師的服務提供的距離 那它也都好像一個催化劑那樣 可以令到整個復康專業的團隊 不優化的 那我們通常 導師主要工作是按照治療師的安排 我們就幫那些服務使用者去做運動 那其實我當初讀體育呢 沒有想過長者 或者看見人士 這一班是我的服務對象 就發現原來 原來我當初讀的東西很大幫助 例如我們上門做一些復康運動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很清楚了解到 每一個運動的動作背後 究竟的目的是什麽 可以令到它 哪一組肌肉更加強壯 那這個是可以大大提供運動的效益 工作是多元化一點的性質 那一來可以上門提供 復康工作的服務 那二來呢 會有機會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 可能關於藝術 或者生命教育方面的活動 都有機會接觸的 那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不同類型 不同工作的性質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挑戰 建習健體導師在完成一年的實習之後 有機會成為所屬的機構常設的員工 那如果那個建習健體導師 對那個專業的發展有興趣的話 那治療師可以寫信推介他 繼續進修 成為治療師的專業 或者運動的專家 或者運動的心理學家 我鼓勵你不妨考慮一個全新的崗位 就是建習健體導師 它是一份充滿挑戰性 多元化 而且可以發揮創意 而且又可以發揮你所學的東西 我們需要一班有活力 又有活動背景的年輕人加入我們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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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建習健體導師 剛才也有說 這樣在社福機構裏面做 那它的服務對象是一些 包括殘疾人士 建障人士 或者社區有些人需要有痛症的治療 建習健體導師都會幫到他的 那這個職位呢 其實就是一個on-job training 剛才也有說過 Karina也有介紹過 那它的督導員呢 就是PT和OT 就是物理治療師 和職業治療師 那看一下工作崗位是哪一類 那就會配對導師去跟 一起work的 那中間呢 做些什麼呢 那就是會和這些導師 一起去為需要的使用者去定立一些 叫做individual care plan 那就是一些活動的 個人化的一些訓練的課程 訓練的plan 那去幫使用者去設計一些方案 用不同的方法和儀器 做了之後呢 希望它的情況會有改善的 那當中也都會牽涉到 用不同的儀器 有些落零的工具啊 或者一些科技的產品 那所以不同的skill set 都會學到的 那過了一段時間 當train up 了之後呢 希望這位學員呢 見習見的電體導師呢 可以獨立處理到不同的個案的 是的 那這個page呢 就是講的 剛才其實Karina都有講過 我們這一個 其實每一個JC Procrucy的一個工作崗位 都會有一些訓練的 那我們都 都有這個訓練 那有on job training 也都之前呢 會有一個 入職前的一個訓練 是CEU做的 至於那個on job training 那其實呢 我們就會有 育民外那邊呢 就會有治療師啊 營養師啊 護士這樣一齊 坐下來 去跟他們分析一些個案 去教他們怎樣處理的 那也都有職場培訓 就是剛才講的PTOT 那樣 有下一個page就可以 那有人問 建習健體導師 和物理治療師啊 職業治療師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 建習健體導師呢 是會參與去評估那個受益者 需要使用者的一個 做一個評估和plan給他的 而是呢 一個物理治療師呢 的助理呢 通常都是 物理治療師 或者職業治療師呢 告訴你 要做些什麼 儀器啊 跟著他去做一些 執行上的工作 那所以呢 建習健體導師相比之下呢 其實是滿足感 和成就感呢 和獨立性呢 是高一些的 有 剛才幾位 議會者都有講過 其實申請人是有什麼要求呢 這樣 我們那邊的VASK 很簡單的講 最主要呢 你的性格要開朗啦 有活力啦 有耐性啦 想想 喜歡服務社區 喜歡幫人的 那 最好因為呢 我們 牽涉到一些 人的肌肉啊 的問題 如果你有擺磋底的話呢 是會更加好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 可能你讀貿易的 這樣 文職的 其實都OK 不過呢 你就要花多些時間 去Pick up 這些 就是這些 擺磋的東西啦 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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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跟著一個Page呢 就是一些工作的展影 那其實剛才呢 都看過那個Video 我就不特別講了 反而呢 我想分享一下 這份工的福利 是什麼 那這份工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禮拜 發五日工 那就每個禮拜呢 就四十四個小時 那但是就要輪休的 那十二個 十二日的Annual Leave 那 那薪金呢 就看一下你 讀到 學歷什麼程度 萬三至萬五元的 那加NPF 那好啦 完了一年之後 那學員可能問 我的晉升機會是怎樣啊 會不會完了 就沒什麼做啊 那其實呢 剛才那個Video 都有講過 有不同的Path 那包括是 就是我們自己補糧局呢 如果你完了一年之後呢 你可以撕掉建杂 這兩個字 就正式呢 變成健體導師的 那那個薪金呢 當然會加薪金啦 那就變了二萬零四百五十塊塊 那去到那個司令呢 做多幾年呢 就是去到二萬九這樣的 那也都除了 我們補糧局之外呢 還有其他的地區康建中心 或者外展的服務啦 District Health Center 做一些Community Health Officer 那這些其實呢 這些工呢 通常都要你一年的 related的工作經驗 那所以我們這個 JC Procrucy去建材 健體導師呢 是一個好的stepping stone 幫你去 再achieve 去到一個社區做服務的 那可能有學員呢 就同學呢 就說我想繼續進修 那我做完一年之後 覺得很有興趣 那有以往第一屆的學員呢 其實呢 他是去了讀Bachelors of PT的 那也都有學員呢 那我服務完社區之後 我覺得我又喜歡做社工啊 也都有曾經有同學呢 去轉了做讀社工的 那如果你有一個first degree 那你想再去進修做PT OT的話呢 那你拿著這一年的working experience呢 那你可以找一個僱主呢 幫你寫一個推薦信呢 那你可以去讀這個 當然你要考啦 考到去poly 讀一個master of PT 或者OT 那找僱主呢 幫你寫一個轉介信呢 去社署那裏拿一個sponsorship 的finding 是學費來的 那你就不用給學費 就可以讀一個master 那當然in return 你讀完之後 你就要在社區服務回三年之後 服務回三年 那三年之後呢 你喜歡繼續服務社區 然後再跳去一些私人的PT OT的 證書又可以的 那所以有不同的出路 你可以繼續做health coach 或者你繼續讀書 那都可以的 那所以大家不受不出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stepping stone來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大致不得 謝謝 謝謝Serena 那其實呢 這個界別呢 其實的需求都很大啦 那所以我們也都找了另一位 一位行業統籌的代表 Jovana 幫我們介紹一下 東華三院那邊 有一個community care practitioner 工作崗位的 工作崗位的 謝謝Carina 那大家好 那我來自東華三院的行業統籌 那我叫楊姑娘 那原來我們就有個drop post 因為我們看到呢 其實在長者服務的界別裡面 特別是認知障礙症的一些長者的需要 其實都很大 尤其是近來有些研究 其實都指出 其實每85歲以上的長者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人 其實已經開始幻想到 腦退化的一個跡象了 那所以我們就看到 其實那個需要都很大 而且尤其是近年都香港都 就是在十八區裡面 都開始承擔一些 地區匡見中心或者匡見站 去發展一些基層的醫療 以及發展一些基層的健康的 一些支援的服務 所以其實都很多都需要一些 就是社區健康的 相關的工作經驗的同學 或者一些的工作人員 去入行來去支援這些 有需要的我們的同學 那所以社區健康之中 這個職位就是 比較新的一個職位 也是在我們見到的需要之下 去有這個職位成立出來的 那其實最主要是做些什麼呢 那我們其實就會有四個工作範疇 那我們就會有 特別是我們針對著 有輕度認知障礙症的長者 和照顧者提供這四個範疇裡面 一些服務 分別是一些及組的識別 轉介評估的工作 那另外有些小組 例如怎樣去透過認知訓練的小組 來幫助到我們這些路由記者 那最主要的 其實那個督道都會分別是由社工 或者治療師 或者一些護士 會是成為他們的督道 所以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多些社福機構裡面 是怎樣去幫助長者 又在考慮究竟讀社工好 讀職業治療好 讀一些護士的課程好 那如果你想去探索到這些體驗之後 才再投入你的時間 你的金錢 你的發展下去呢 那其實今年一月一年的時間 來做一個體驗 連這個工作坊 都可以給大家 因為我們的工作 其實是長者的社區服務中心 非軟社 所以以上這三個類別 其實都可以在中心裡面 去探索到的 另外我們都會有社區教育的工作 例如怎樣在社區層面去推廣一些認知障礙症的認識 去給我們普通的社區的市民 怎樣去預防一個腦退化 怎樣去幫助照顧者去 就是了解更加多呢 那其實在這方面 如果有一些讀事項管理 市場的同學 其實都很合適來到我們的服務單位裡面 去做一些項目的推廣 都有的 那另外我們有一些的服務發展 可能你都近來都聽過 政府有一些的樂靈科技 譬如有些防酒塞的鞋子 有些長者中心 你可能見到有些智能海泡 有些的 就是有一些 就是為什麼來用VR 用VR 用不同的科技能力去幫助長者 我們的 是的長者去延緩這個腦退化的跡象 那所以變成了其實都 就是長者中心並不是 以往的一些印象 可能都是一些 就是未必走得走的長者 其實不是 現在他們都很多都很 就是很多創新的科技和服務 在當中都發生著的 所以都很需要有創意的同學 去加入我們這個工作項目裡面 那另外就 可以看一張 是的 現在我們就在做 其實我們最主力的僱主 其實就是在做 你有一個的價值 就是你會去不怕人 不抗拒跟別人去相處 去關心其他人 特別是關心他們的身體 和心靈的健康 的層面 那所以呢 所以變成了 如果你覺得你都 其實都關心他人的健康 的 你都算是有耐性的 都有層層層層 都願意和人合作的話 基本上呢 其實我們都 歡迎你加入的了 那當然技能上面 和知識上面 如果你有相關 比如說心理學的知識 運動的 工作項目的經驗 等等呢 其實都會比較適合一些 特別是呢 我們都提到了 因為呢 我們的工作項目呢 其實除了 身體上面呢 在一個心理狀態 精神狀態裡面呢 因為都會服務一些 照顧者 或者一些對人的服務 那所以 如果你有心理學的知識 輔導學的知識 想去透過一些 群體工作 或者是人體工作 來推行的話呢 其實這個工作項目呢 都會是給你 一個多元化的嘗試 在當中的 那麻煩一張 麻煩你 那這下呢 就是我們 東河三院的一些 雇主的網絡 有八間的中心 那也都當中有四十間 八間機構 四十間的服務單位呢 都會是我們的雇主 那所以變成 我們都會有很多 不同的 Service Nature 特別是 分別是有 地區長者中心 比較大的一些 長者中心服務單位 也都有鄰舍中心 也都有一些 專門做Dementia Training 的一些Center 和一些 一些不同的外展的服務隊 其實都行為當中的 那所以呢 我們都 經驗和知識上面的東西 都不太沒有的 就是了 那來到我們都會提供一些 On the Job Training 還有就處理一些經驗力 做一個Match 那你可以容易適應到 那個工作的崗位 那 那抹下一張 對 這個就是我們進行圖 譬如你進入了 來到這裡 就擔任了我們的社區健康支障師 那一年之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 剛才我們HELF Coach的另外一位同事 都提過 有些地區康見的健康策劃的主任 你可以尋找個位 而他們通常都會尋找一些 有一年工作經驗 有相關的訓練的一些 就是一些的考驗人 來去尋找到這個 健康策劃主任的位置 一些地區康見站 都需要一些護理的助理 一些的救援公司 特別是衛生署 都會去聘請相關的工作職位 另外就是有一些 職業治療師的助理等等 有人說 不是啊 我都想進修 那其實都會有以上這個 例如社工 OT 心理學家 項目經理 特別是社科界 特別是長者服務 其實都很多項目 在聘請一些項目的經理 所以變成你有身體 就是你知道長者的身體 以及 mental 健康的經驗 其實都會 你的走路 走向的 可以發展的方向 就會寬多一點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這個 下降的東西 我都稍後都會在 調查一下我們一些聯絡方法 如果有興趣知道多一點 都可以聯絡我們的 那我這個時間 這個都是有我們的 WhatsApp的電話 還有我們的 即是中心的電話 都可以歡迎回到我 或者是蛇姑娘 那就 好 麻煩你把時間 交給Karuna 再回來 我覺得 都可能我們 不如把握這個機會 都去宣傳一下 接下來你都會做一個 跟僱主訪問合作 有一個活動 是不是 在五月初的時候 是啦 沒錯 我們就在五月十一號 這個日子裡面 五月十一號 這個日子裡面 其實我們就會 有一個 我們聯繫到我們 東華三院 有一間的 幫助長者地區中心 那就會有一個 如果你想知道 長者中心 現況是怎麼樣 那我們都請到一些 的同事可以分享 中心的服務是什麼 要不要有什麼的 職位 角色是怎麼樣 社會健康資訊師 大概主要是做些什麼 也都可以看到 現在的能力科技 在中心裡面的情況 是怎麼樣 讓你們可以知道多些 如果你有興趣 這個職位 工作環境是怎麼樣 都歡迎參加 長城都可以在我們的努力站 我們的官網的社交媒體裡面 都可以找到 是 大家如果有興趣 知道更加多職位 以及剛才所說的 那個諮詢 就是那個 Info Day 以及去參觀一下僱主的時候 就密切留意著 我們這個JCFocus裡面的 社交媒體頻道 好 那我們就 緊接著來 就是YWCA的代表 又會介紹一下 YWCA的僱主網絡裡面 也有好幾個不同的工作崗位 應該是有請Terry 是嗎 好 那就麻煩Karina 大家好 我叫Terry 就是來自YWCA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Convenience的職位 就是叫康見助理 康見助理和在社福界裡面 或者是安老服務裡面 對於同學來說 你可以當他是一個社福界 或者是安老服務界的一個管理訓練 program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很多朋友 當他畢業之後 無論他可能是讀相關的學科 或者可能他不是讀相關的學科 當他進入社福機構工作的時候 其實社福機構或者安老服務 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工作 亦都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專業 我相信有參加的朋友 其實你們都會留意 其實我很想在安老服務方面 我可能是想做一個從運動導師那方面的方向 或是復康導師的方向 另外有些可能就是希望我想做照顧者的方向 或者可能是我想做一個計劃經理 推廣一些社區教育的活動 或者可能是長者福治 或者照顧者福治的活動等等 亦都有一些和朋友可能是希望做一些交道 或者可能甚至乎其實現在在安老服務裡面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培訓的方式 都會有提供 可能是員藝 可能是一些手工藝的導師 譬如我們都試過有很多做繁簡的導師 不知道大家年輕人有沒有同學 其實是有手工藝的導師的資格 其實我也聽過有很多手工藝的導師 其實他是會去一些安老院裡面 然後就幫院社裡面的長者 或者是日間中心的參加者 會員 他們就做一些手工藝的活動 所以其實在安老服務裡面 其實他的光譜是非常多元化的 而所需要的技能 其實有時候都可以多到不同你想像的 所以康見助理我們設計這個職位 其實我們會很期望同學仔 或者申請這個職位的人 我們就希望他們其實在價值觀和態度 是有一個耐性和積極和另外技能 那方面是有一個企劃組織和適應的技能 為什麼呢? 因為安老服務其實很多時候 每天都有新鮮事 以前有一首歌 我們通常遇到困難的時候都會唱 就是問題天天都多 然後哀哩巴哀哩巴哀哩巴 為什麼呢? 因為當我們在安老服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崗位 而你怎樣去應付 或者你怎樣在這個行業裡面做得更加好呢? 其實你是要有一個不斷學習的能力態度 才可以的 那就麻煩下一張吧 是的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我就嘗試去組織了一個光譜 你會發現其實長者健康服務 或者甚至乎其他的社會社區服務 都很多元化 所以康見助理這個職位 為什麼我會用一個安老界的管理訓練 來講呢? 就是當同學你 在這一年進入了這個計劃裡面 做了這個職位 你的機構 可能你會跟不同的人做事 可能是院舍 可能是日間中心 可能是跟計劃 可能是地區康見中心 或者可能你是一個優質的司員 甚至乎是社旗 可能原來有一些安老的服務 其實它原來是用社企的形式來做 可能是一些關於遠餐的推廣等等 都有機會是安老的服務 而你去做完之後 不一定是做安老的工作 是的 剛才我們很多工業公司都有說 我可以走社工的路線 我可以有註冊護士的路線 我可以做博樂靈科技的路線 我可以照顧的路線 訓練的路線 甚至乎計劃的路線 很多路線給你選擇 問題就是 究竟哪一種才對我 所以這一年 你如果參加了康見助理這個職位 你的工作就是去 好好地在這個工作裏面 一來就是游走 游之餘就是怎樣 另外就是不斷地去找你所需的資源 以及學習你所需的用品 你就當你好像是安老服務的世界裏面 在打吃雞遊戲 你要拿槍 你可能要聯合你的朋友 或者可能你要有不同的裝備 或者怎樣去補血等等 這個都是你要在行業裏面有一個機會 而JC Procrisit這個計劃 就可以幫助到你 它會為你提供適當的培訓 也就是一個工作的機會等等 日後 當你完成了這個項目之後 其實你可以紮跟在安老服務 因為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項目 好了 就算我去一晚步 我不做這個方面 我想做年輕人的社區工作 行不行 因為其實很多NGO裏面的工作 康見助理裏面的工作 其實它是有一個交易技能 可轉移技能 你帶著這個技能 加上你是經驗 當然如果你去面試的時候 說回我是哪一個機構做工作的 人家僱主就會覺得 你的機構來自厲害 然後你其實是有機會可以 將你在康見助理裏面 所累積的技能、經驗 甚至乎價值觀 或者一些工作的態度 是可以帶去一個新的工作 而這個未必是安老服務的工作 其他社福 藝術發展 歷期 健體 或者行政 所以你會看到 一個職位上特地有一個 叫做程序幹事 在社福界裏面 不同的服務 都有一個叫做程序幹事的崗位 其實如果你在沒有社工牌的情況下 去做社福機構 這個計劃的工作 其實是可以幫到你 麻煩下一張 我們也有很多僱主 會去接納我們的同學 來看培訓 以及接納給工作機會 包括我們自己的管會 都會有僱主 都會安排 即是訓練同學 而這個名單 其實我們接下來 會陸陸陸陸陸增加 當我們選同學的時間 我們其實會有幾樣東西 一定會做 做安老服務 良好的精神很重要 所以我們在盡量選同學的時間 我們都會希望是居住地區 另外就是發展機會 這兩樣東西去做一個平衡 好 請下一張 因為裏青是第二次才參加的 所以我們變成 其實剛剛這些職情特別訓練營 Boot Camp裡面的訓練 都是新鮮訓練 就是1月3月的時間 那麼我們的培訓 主要就是會針對同學 在工作上會遇到的事 所以譬如說 你看到左上角 會有一個遠餐的體驗 我們都會給同學 去了解觀念之餘 也會有很多實粗的培訓 另外左下角的OT的訓練 那位職疑自業師 其實都會是帶 參加的同學 其實就是利用卓遊 他怎樣去帶小組 我們其實都有設計 這個活動的訓練 以及裝備 其實都希望是給同學 他針對著他上班所需要的技能 所以變成如果在座各位同學 我不是讀安老服務出身 我讀其他科目出身的 你在這個Bootcamp裡面 其實你是可以好好地去學習 以及轉發思考版師 你會組織得到一個transferable skills 就是你去到安老服務那裡 會有一個很好的工作技能 或者一個思維 甚至乎你將來如果不去做安老服務 你做其他的服務工作 只要是一些和項目活動有關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轉發更新 而我們也很重視參觀的活動 所以我們過去也帶了同學去參觀防協的 一個長者安保資源中心 而當我們安排參觀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你會看到我們會教的概念 我們會鼓勵的概念 除了如何增長長長者的福祉之外 其實也某程度上會將一些新的觀念 例如長者如何去自立支援等等 這些觀念都會慢慢滲給同學們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透過這一年的工作經驗 以及一些培訓的經驗和持續進修的經驗 令到你裝備在12個月之後 你會成為一個更加完美、更加強大的自己 那你下一張吧 麻煩你 也是重複的 裡面有一些影片 我已經不播了 也是一些訓練的活動 我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年的工作經驗 然後發展匡見的專業 下一張應該是否有個聯絡資料 我們會有一個一對一的跡崖諮詢 如果同學報名參加 自然我們會為你們做一個一對一的跡崖諮 我或者其他的同事都會一起幫忙 若果你未參加 但有興趣想了解多些的話 其實你一樣可以透過這條題曲 或者待會我都會給資料給大家 然後在checkbox上給大家 然後你也可以繼續留聯絡給我們 我的分享就是這麼多 把時間交給Karina 謝謝 謝謝Terry 我們今天來到最後一個行業統籌的分享 就是New Life那邊的代表 他們有一個工作崗位叫做Wellbeing Planner 其實是一個身心健康指導員 其實是一個身心健康指導員 我交給專家 Elsi不如說一說 其實這個身心健康指導員的工作崗位 是做什麼的 謝謝 好 謝謝Karina 好 很開心和大家在這裡做分享 我是新生會的代表Elsi 麻煩我們去下一段影片 先說一下這個崗位 其實身心健康指導員是什麼 主要是想Wellbeing Planner 就是在社區裏提高身心健康的認識 因為現在都知道 香港經過疫情 很多人都關注身心健康的 其實我們都是想 希望去鼓勵大眾 去察覺多些 還有去理解自己心理的健康的需要 還有都是可以經過一些訓練之後 Wellbeing Planner 其實會教外面公眾的人士 或者是我們的參加者 去建立一個身心健康的習慣 跟他們的發展 是會發展一個更好的計劃 麻煩你了 是的 那麼身心健康指導員 其實是做什麼的呢 主要是他們會有機會 去做一些一對一的 身心健康規劃的面談 其實剛才都說了 我們等一下會再說 可能再說一些訓練的期間 學生就會學一套叫做5 ways well being 他們會有五套的方法 就是會去跟一些客戶 去做一對一的服務 去計劃一下 其實他們想專注在什麼上面 那可能有學多些東西 或者動一動身 或者是持續學習的 那這兩個項目 我們的Wellbeing Planner 都發展了很多出去的 是的 那這個是一個 Evidence Based Tool 所以其實都是經過 英國那邊的Evidence Based 去學回來的 那除了一對一的服務之外 其實他們在外面 都會做一些mental health的 去做一些promotion 是的 例如在我們不同的 New Life的370 Cafe那裡 都會搞一些活動 一些情緒健康的事情 有些小組活動 可能做一些手作 去學會 都是圍繞著5 ways well being的 那主要其實我們都會去 希望去在社區裡面 可能讓多些人了解 一些身心健康的服務 還有去減低一個叫labeling的東西 是的 還有學生 都會在不同的機構上面 都會有不同的責任 當然 我們都聽過的同學 會在一些中途宿舍那裡做 就會接觸一些可能 中度或者輕度智障的人士 這個都會是他們其中的服務對象 有些人會做家訪 有些是做一些家庭的服務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麻煩去回到剛才VASK的 slide 謝謝 是的 剛才我們不同的學業通常都說過 VASK是很重要的 其實主要都明白 如果平時約我們做well being planner 即是psychology related的 很多人都可能需要 是否一定要懂得心理學 或者是我要懂得輔導的東西 當然我們都希望是會學的 但是希望都會要求 但是我們在Bullcan Training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有林上心理學家 去教我們的well being planner 他有一些很多psychology的知識 還有一些輔導的技巧 我們都會做一些role play 如果真的去到在職的時候 其實都不需要擔心 是的 可能很快就說回我們的VASK 我們都希望同學有責任感 以及會關心他人 以及都希望仁慈有愛心 是的 最重要是那個態度 其實都要尊重他人 以及有同情心 有善的 因為其實我們有時服務對象 都是一些服務人士 或者剛才所說的自信人士 其實都想 希望用一個professional的態度 去和他們一起合作 是的 麻煩了 我們現在補一段片 就是關於我們之前的 webbing planner 的一個分享 專業創未來計劃 總共有12個專業 而在社建有心這個部分裏面 身心會負債的就是身心健康指導員 這個崗位 我想大家都明白身心健康對我們 都真的非常之重要 一來可以帶給我們一個幸福的感覺 二來也是要去面對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挑戰 克服不同的難題 三來也可以讓我們去維持 以及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好好地享受生活 其實身心健康指導員 最主要是做些什麼呢 最主要是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為參加者提供一對一的指導服務 利用一些心理評估的工具 分析參加者的心理健康狀況 然後會根據每個人的個人需要 訂立一個個人化的身心健康計劃 希望真的可以訂立和達成一些短期的目標 去克服生活上的種種的困難 長遠來說 希望真的可以將這些身心健康工具 應用到一場生活中 持續地去改善參加者的身心健康 除了一對一的指導之外 第二部分就是推廣 身心健康指導員 都會去定期籌辦一些網上講座和活動 希望真的可以為大眾去推廣到 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提升身心健康的關注 為何要做一個身心健康指導員 一來我想是為別人 大家都知道身心健康真的很重要 而作為一個身心健康指導員 可以為大眾去推廣身心健康的重要性 為了社區復原和未來去出一份力 而來就是為了自己 身心健康指導員 都是一個自我探索的歷程 在指導別人的同事 其實自己都慢慢在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和興趣 希望日後真的可以投身在相應的工作崗位上 如果你有心為精神健康專業分力 就立即登入以下網址 報名參加專業創未來計劃 計劃會為獲聘的身心健康指導員 提供兩個星期的相關專業訓練 以及為期一年的在職實前 好,謝謝Caruna 專業創未來計劃中 好,這裡就是我們今期Cohort 3的僱主 我們都有11間的 我們自己都有 有小同群衣會 利文會 扶康會 明愛 中文大學的心理學系 心理衛生會 專業進修學校 善導會 以及Mind Hong Kong 那就是不同的服務 以及有不同的群眾 好,剛才說 除了我們 剛才CU的一個星期訓練 新生會的一個星期訓練 之後我們也會有一些技術設備 以及工業設備 我們會邀請我們會內的臨場心理學家 做這個group supervision 譬如同學平時有什麼困難 遇到一些比較棘手的個案 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我們就會給他們一些專業的意見 這樣我們這兩期其實都搞了一些很特別的項目 有一些創傷知情關股 都是在新的 在英國、美國那邊都是引導過來的 還有一些專業守則 譬如我們讀psychology的人就會知道 即是怎樣去處理每一個文件 怎樣跟服務使用者 怎樣去跟他們說保守 一些資料 是的,那industrial forum 其實主要是講他們之後的生涯規劃 可能我們之前也有邀請過我們新生會裏面的 輔導員、社工 一些PWO 即是psychological education wellbeing officer 就會來講其實自己是讀完 讀了什麼科 他們怎樣去pursue自己的career 之後可以怎樣去慢慢升上 去做更多professional 的事情 謝謝 是的,那這裡就是我們的照片 就是我們新生會裏面的工作環境 我們有工場、有新生農場 有一些園藝治癒館 我們有一些訓練場地就是我們的學員在這裡 就是每天都是上班去整 就是幫一些復原人士去找這些工作的機會 那最右下邊那裡就是一個wellbeing talk 那就是我們之前的wellbeing planner 就是去搞一些活動的時候拍的照片來的 就是做mindfulness 這樣 那這個就是剛剛我們 剛剛cohote 1 我們新生會的學生 那就是他用了 都是剛才說的 5-race wellbeing其中的element 就是去做一張感謝卡 在左邊那裡 那我們都有跟會員去做一些感恩的練習 以及如何去多謝自己或者身邊的人 那我們中間也都有一些 跟康建站那裡合作了 有一些叫… 即是被邀請 在水晶巴士那裡做一些promotion 那我們都會在 在右邊那張照片 就在我們的灣仔蘇330的cafe 就去promote我們 我們的5-race wellbeing 和我們南上心理學的服務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career pathway 那做完wellbeing planner之後 其實都會… 因為已經有一年的梳力的經驗 那其實都可以去大學做research assistant 就是program officer project officer 是不同的機構 有welfare worker 那或者有一些是shelter workshop 即是在一些工場那裡 都可以去做一些officer 那有… 也就是我剛才說了 PWO 那我們新生會其實都有請回 之前的wellbeing planner 去做PWO 以及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ficer 那就會在不同的… 我們的安太軒那裡去幫忙 還有去做一些低密度的 心理治療服務的 那如果繼續讀上去的話 其實都可以做社工 還有副導員 OT 、PT 等等都可以的 謝謝… 這個就是剛才… 即是可能… bullet points 版 謝謝…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找我 Stella或者Sarah 那剛才… 我們稍後都會在Zoom那裡 傳出來的 謝謝Caruna 好…謝謝… 那麼… 我們呢 剛才就聽了很多 行業統籌的一個perspective 他們的觀點 就是介紹一些工作的崗位 還有一些僱主 其實找到什麼 那不如我們這個環節 又很快呢 都聽一聽 其實我們Face 1的訓練 入職之後 他們的進程 他們的成長是怎樣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今天的活動 會稍為延長一點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留下 放心去問問題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的團隊呢 待會都會稍後解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先聽一聽 Face 1裡面的訓練 他們的成長經歷又是怎樣的 好…因為呢 有一點點技術的原因 那可能呢 不如我邀請回 反而是… 我們Good Lab的代表 其實都加入了 那不如我們去一去 我們Good Lab 還有我們行業統籌 一班人一起去解答一下 我本身有些問題都待著 想了解多一點的 那我們呢 今天都很開心 其實Face 1裡面有個代表 是… 他都會加入我們 和一班行業統籌 去… 我們聊聊天 了解一下 其實… 那些工業夥伴 他們呢 其實呢 對於同學生 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些什麼提示 那不如我先問一下 Leo 找回Leo 其實我也想聽一聽 其實那個… 小小意見 就是… 小小… 作為他曾經 學時是一個職場新鮮人的時候 他的分享是怎樣的 先找一找 Leo 你在不在嗎 我在這裡 Hello Hello 你好 因為呢 剛才聽了一些 雇主多一點點的觀點 我想看看 Leo 你除了 Face 1的一個 參考者之外 你現在其實 繼續留在 在行業上 就是Good Lab那裡工作 你會不會很簡單 可能都說一下 你覺得最大的得著 在這個透過一年期的計劃裡面 你自己的背景 我知道你讀過科 可能未必直接跟藝術有關的 那怎樣透過這個計劃 進去Good Lab 又從事什麼工作 你現在 好 大家好 我是Leo 剛剛就好像特朗普所說 我本身 其實就不是讀 藝術相關的學科 我本身新聞是出來的 其實當時剛才畢業 不知道想做些什麼的 不過 看到Pro Fruits 這個program的時候 就看到 其實都 那時只是抱著 不如指一指的身材 就選了 City for Fruits 去加入去做 好在其實就是 因為計劃 都很包容 我看到身邊很多不同的 訓練朋友們 其實都是來自不同的學科 那 但是他們 因為本身我們有 onboarding training 各種的培訓 或者是 onboarding training 都好 其實他們會 無論是我們入職前 還是入職後 過一年的歷程 一直都會不斷給我們一些知識 技能也好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不需要擔心 可能你們畢業的學科 在這一刻的你們 可能未必有那種技能 但是其實整個Pro Fruits 的training 整個歷程裡面 你們會慢慢學習 做這件事 就像剛才所說 我認識了很多 平時我完全不會碰的 其他 的朋友們 甚至是 見紮的朋友們 他們全部都是來自不同的 學科會警戒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一個 挺好的得益 好啊 那不如 在我再發這個 分享給其他 不如給我們一個提示 我們在場 很多同學 你覺得無論有報名的時候 或者是去到 要做 Goal Struggle Group的 interview 到到final interview 你又 其實完成了一年的 trainingship 甚至乎現在 也都繼續留在Good Lab 如果你要給他們一個提示 或者勉勵他們 你會怎樣 你會給他們一個什麼 提示 好 其實我當時 因為都是畢業生 作為一個fresh grad 很多時候都未必知道 一個職場 或者一個interview 一定會很緊張 所以我在想 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因為我們都會知道 我們大概想去的方向是怎樣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可能會了解清楚 這麼多 你應徵那間公司 或者你應徵那個行業的一些資訊 例如剛才不同的confirmers 都已經有很詳盡很清楚的介紹 我認為對於一個fresh grad 來說 你缺乏你很多 可能行業的經驗 都是很正常 不需要太過擔心 或者很緊張 但我覺得第一步 我們首先要做足功課 去應對這些面試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自己會比較得心人秀 好 謝謝你 我回到一些工業公司 有一個問題 很多同學或者我接受申請的時候 很多同學都會問 其實可能有這麼多個不同的工作崗位 你們剛才都收了一些VASK 那我怎樣去有什麼支援 無論是透過這個計劃報名的前期 或者一些研究的熱線 可以知道我自己適合哪一個工作崗位 怎樣做 有什麼支援可以找到 或者有什麼方法 可以知道自己適合哪一個工作崗位 不如我又順回剛才分享的次序 我想邀請一下金金 不如會不會想分享一下 其實同學如果有一點點都不太清楚 如果我花拖眼淹的時候 他應該怎樣去選擇 或者是自分補負責自己 適合哪一個工作崗位 我現在很美語是用 現在tick a down t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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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own 就是那個flexibility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是的 我很保守的 我還是喜歡做大機構的 我不喜歡潛越的 這個你就未必很適合我們這個程度 反而如果你是對相反的 你很活潑的 很喜歡潛越的 很喜歡很creative的 很flexible 很開放的話 我就覺得我們這個行業 所謂的民創 就會很適合你 就是說我講多一句 因為我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位朋友他畢業之後 就在那些電影 或者那些機構那裡 但是又沒有什麼錢的 那我就 因為怎樣說呢 就是他很有自己的理想 很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就在這個程度 未必可以找到一同他喜歡的工作 不找到 也未必有錢 那我就想 如果做作有這樣的朋友 跟你說 你再不如申請 我們又要令你做得開心 又要令你有錢的 那我講完了 謝謝 好了 我很快去重新一下 今天很強調 大家如果對於Creativity for Good 或者GoodLab的工作崗位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是喜歡接觸人和很多人一起互相合作 要有一個彈性 還有他們那裡的機構相對地 可能不是一些很大型 很多架構 比較複雜 相對地可能是簡單一些 但是很需要同學自己主動發揮創意 很熱心的文創相關的學業 是可以滿足到 透過這個計劃又有理想 但是也都是相對地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很好的前景發展 或者一個相對地都Good的Package 可以支援到去發展你 還有實現他們夢想的工作崗位和機會 其他行業的統籌 我想看看有沒有其他補充呢 就是如果你們那邊的僱主 或者會不會有適合什麼性格格質的同學 看看其他行業統籌會不會有些 我們剛才談論文創 看看文創那邊 Ms. Wong 會不會有什麼補充 或者給了一個提示 剛才Leo給了一個報名的提示 其他有沒有一個最後的結語 一個提示 給我們有興趣報名的同學 他應該要注意些什麼呢 是 我說了一點 剛才甘甘也說了 就是我們計劃裡面 很多行業都是對人的工作來的 除了喜歡人之外 我覺得在我們有型藝術導師 喜歡小朋友是更加重要 因為小朋友 很多可能未必懂得表達 是很需要 第一 我們要喜歡他們 愛惜他們 還有自己是要先要有一個愉快的情緒 因為小朋友看到你自己都不開心 那小朋友又怎麼會呈現到開心的一面 讓我們認識他呢 除了之外 除了之外 內性都很重要的 內性是讓小朋友容易跟你親近 因為你要有耐性去聆聽他 或者是去觀察他的需要 那你才知道 可以怎樣去照顧或者輔導他們 當然了 友善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除了對小朋友之外 我們還有我們的同事 我們的家長 就是我們的持份者 我們都要有一個友善的態度 去到 就是跟他們溝通 那才能夠是可以合作 令到小朋友的成長是愉快的 那樣的 謝謝 這個都很好的提示 其實大前提 除了喜歡小朋友之外 其實都要有耐性去 可能面對一些家長問的問題 那另外又想看一下 就是東華三軟 你們那邊的工作職能 或者僱主的工作環境 又有些特別的 有沒有最後一個最後的提示 可以讓我們有興趣報名的同學 我那邊 因為我們對象 服務對象 是有不同的人 這樣包括 腦弱 殘障 殘障方面 身體的殘障 或者精神上的殘障 人士都有 所以挑戰十分之高 看看你遇到那些什麼 受眾 那所以 耐性是很重要 還有聆聽很重要 溝通都需要的 譬如那個殘障人士呢 是說不到話的 那你可能要跟那個 受眾者的家人去溝通的 那所以 那這一方面 就需要有一些 活動聽 和 交易技術 在裏面的 那另外 也都 希望 參加這個 HCT 這個職位的人 是有些活力 那因為 你都會每日 還有好像 Biz Wong所說 要開心的 因為 都是 受眾的人 都是 身體不舒服的 那可能 不開心的 那所以 如果你自己都搞到不開心 那那 就 那這件事 那還有你 如果有活力的話 你要 創意去想一些 活動 你去想一些 好玩的 那去幫助到 有需要的人 或者 除了身體之外 心靈 都會去 有一個滿足感 腐足感 那是 令到這件事 更加成功的 Win win 大致 我補充就是這樣 好啊 謝謝 那 然後 那我先回答了 是的 那我也補充少少少 質素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 是的 Kamina 都說了 很重要的 我們都會尋找這件事 那我又給多一點 實際一點的提示 因為我們是 主力去做 輕度認知作用症的 一些的長者 那雖然可以 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社署的網站 關於長者服務裏面 有些什麼服務的 單位的分別 大家 有個概念 例如interview 就會比較好些的 下郵卡等等的長者 在香港有什麼法律 去負一些的 哪有機呢 例如下郵卡 那些都需要 有一點點基本的 形式 就會 工作人員都會欣賞你 那另外就是 譬如 譬如醫工局 和社會機構合作的 自由醫社的 關於研知訓練證的 一些支援的 一些專頁 上網都可以找得到 那大家都可以去 現在多些 若然我講得太快 大家都不要記得 都歡迎 電話聯絡我 WhatsApp我 可以去 找多些這些相面的資訊 好 謝謝Caronna 謝謝 Jobana 那大家記住 如果 你是要有時事的知識 都要 政策上的事情 幫助到你們手中 還有特惠爾出 你報名的時候就可以 New Live 還有 Elsi 或者是 我知道 YWC那邊 Ku 進來 加入這個議程 有沒有其他補充 我們時間關係 我想是最後一個提示 給我們的同學 報名的過程 還有 如果有機會 獲得附註 好 那我做Sharing 剛才其實三位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這一行其實都 要有同誠心 要有友善 樂於助人 那我覺得有一件事都很重要 就是 不加批判 就是不加批判 因為 有時候我們的復原人士 那樣 或者是一些中道志將 或者是有殘障的人士 其實都是 用一個不加批判的態度 去對他們 還有 剛才Jobana 其實說得很好 去寫處的網站 其實我覺得 我建議大家可以搜尋 ICCMW 那其實是一個 精神健康綜合寫序中心 其實我們很多僱主 特別我們新生會都會 都會派Ground being Planets 去這些地方做事的 那其實可以了解多些 他們那個服務的設定 還有我覺得 那個機會都難得的 因為都比較困難 如果進入ICCMW 所以你們可能先準備好自己 謝謝 好 這是女青會 對 女青會同事 剛才我的同事Terry 介紹了一個工作崗位 就是看見助理的 看見助理的工作 主要是圍繞著長者 所以如果同學真的有興趣 加入這個大家庭的話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要先不會介意做長者工作 而且重新一次 就是我們很歡迎 完全沒有經驗的同學 沒有經驗 包括你的工作經驗 之前是完全沒有接觸過長者 又或者是其實本身 你讀的學科 可能是讀英文 也好 我們都不介意你入行的 因為我們這個計劃的最大的好處 就是你不用 一定要是本科的學生 先進入那一行 這個是我們這個計劃的一個很大的賣點 所以就歡迎大家加入長者這個行業的大家庭 如果你不繼續長者 你又喜愛和長者溝通的話 那就恭喜你了 你去到畢業之前 退休之前 你都可以有公開的 所以儲定經驗才是對的 來到這裏 先交個時間給Karina 謝謝Ko 那大家不要聽我 好像很有挑戰性 要有這種的性格特質 可能要有很多職員 但是我有見過很多不同的訓練 這裏我都是其中一位 其實他們的滿足感和成就感 幫到無論是小朋友 幫到老友記也好 或者甚至乎幫到其他從事藝術教育工作 都其實有很大的滿足感 其實之後也可以發送一些 一些Phase 1的訓練 一些分享給大家 最重要的 其實另一個環節就是講一下 其實這個計劃的 報名申請的資格 還有一些重要的日子 這個計劃 是歡迎所有 將業畢業的畢業生 或者你已經畢業都不要緊 只要你是2020年 2021、2022 或者是未來的2023年 6月或是之前畢業的同學 無論你是我們剛才這裏 這個文章已經列出了學歷的畢業生 而你也可以合法在香港工作 還有你過往 沒有超過6個月的全面工作經驗的話 都是合乎資格的 如果你說 不是很清楚自己合不合乎資格 不要緊的 聯絡我們的團隊 我們幫你解答你有關的問題 我們都會藉著個別的個案 去處理你們 每一個申請是怎樣的 所以有問題的話 就不要客氣 聯絡我們的團隊 或者剛才 再次參與的所有 集團團隊 都可以幫你解答你們的問題 到底我們這個 的進程是怎樣的呢 其實我們所有申請都是透過網上 我們網頁的系統去登記和申請 裡面申請了 製造了一個帳戶之後 你會進行一個很簡單的 有一個BASK的測試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 反映一下你的BASK是什麼 裡面也有一個 網上的 很簡單的面試 只需要你五至十分鐘的時間左右 完成了之後 其實我們收到你的CV 和其他個人資料 就會很快 一天之內 就會有我們的同事 聯絡回來 去告訴你 你的申請是否合付資格 然後就安排你 加入下一個的進程 就是一個面試的階段 很重要的 一些報名的日期 我們剛才說過 來到CV 報名字指的日期是 5月21號 5月21號 是一個星期日 不過 是陸陸續續 都用一個Rolling Basis的申請 處理大家的申請 所以如果你說 嗯 我正在想有其他 有其他計劃 有其他計劃 那不要緊 我反而鼓勵大家 就是盡快大家的分請 進行所有你的 interview 拿到一個Drop offer之後 反而可以相對地 輕鬆地放暑假 因為我們第一期的Boot Camp 就是6月26號 和去到6月29號 還有另外兩個日子 都會有一個Boot Camp 的訓練 入職的時候 是7月10號 7月17號 或者7月24號 所以反而是你早點 拿到這個Drop offer之後 就可以申請 相對地輕鬆些 過暑假 那這裡 也有個QR Code 大家可以 screen cap了我這個 slide 或者是立即 scan QR Code 去到我們的網頁 先 create 一個帳戶 然後可以之後 稍後再完成 你的申請 報名 另外 如果大家有興趣 再了解多些 昨天錯過了我們的 webinar 不要緊 除了網上可以重溫 之外 接下來還有一個 我們的招聘巡禮 就是5月10號 去到旺角 YES的中心 就會有另一個簡介會 當然 當日的節目也是非常豐富 除了介紹很多不同的招聘職位置之外 都會幫大家做一些series credit 或者你有什麼問題 面試的指導支援 我們都會即場安排大家 有這樣的支援 再次 可以到我們的網頁 這裡有個網址 或者是有QR Code 可以 scan 一 scan 就可以在手機裡面 很快地申請到 還有報到名 以及可以開發帳戶 讓我們知道 我們有專人也會支持大家 如果你再想剛才了解更多 我們的報名 或者是最新的消息 歡迎大家 scan 我們下面的QR Code 去我們的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以及網站 網站上面 都有一個Create Account的按鈕 可以透過網站 開展你的申請程序 這裡也有我們的團隊聯絡方式 透過Whatsapp 電話 Email 歡迎大家聯絡我們的團隊 我們會幫大家有任何疑問 我們都會支持到大家的 好了 再一次 多謝各位參與我們今天的簡介會 我們會留步的 看看有沒有任何業務員 如果時間許好的話 都是留下來 我們會繼續解答大家任何的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的諮詢 如果剛才有些追蹤的問題 歡迎大家在個討論 我們會繼續解答大家的問題 或者是在反應 或者是在反應 那裡你可以握手 透過那個按鈕 我們會逐一解答大家的問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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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可能我們 討論完了之後 可能就收到你的答案 之後會有半個月到一個月的訓練時間 是嗎 那 訓練完成之後 是不是要做一年的全時間的形式 還是英訓的形式去做呢 因為我 好啊 對不起 C 你或者先問一下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因為我遲早進來 所以就不太清楚這個形式 我還有 我想問你 因為我現在是拿著學生的訓練 那我安裝了這個程式 會不會幫我簽了工作訓練 這樣 好 我先解答你第一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一年期的全式的 培訓的方式 我們就不稱之為一個培訓 是一個全職 就是說 你是一個全職的培訓 在這個一年期裡面 是一個 一年 一整年 還有你跟那個僱主簽個合約的時候 都是以一個一年期作為一個基礎 所以你必須要完成這個一年期 或其實二個月的培訓 僱用合約的關係 第二個問題就是 僱主會不會幫你申請你的訓練 我們都會就著個別的情況去看 不過 反而是你自己都可以先遞交你的資料給我們 我們團隊可以看一看 你現在是已經報了名去申請你的訓練 還是你還沒開始來報 你申請訓練 工作訓練 我們剛才有說過 我們那個日子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個訓練的日子 是 這裡是一些關鍵日 所以 如果你是要合法地 跟僱主有一個工作的僱容的關係 那就要在這個入職前 就完成了你的 薪酬的申請 你的工作薪酬 不過如果你有些個別的申請的程序 有些什麼的諮詢 不如你留下你的聯絡方法給我的團隊 你可以直接訊息 Yoyo 我們這件事 或者是剛才有個聯絡方法 你都可以WhatsApp我們 等我們可以 offline 去再解答一下你少少 就是可能 individual 申請的問題 好的 謝謝 謝謝 我剛才告訴你們 要幫我們跟進自己的情況 去做合適的職位 那可不可以自己去選擇 因為我對那個 Wellbeing的 那個治療程師 是很有興趣 那我會不會想 比較邊向於入這個職位 我剛才未是很清楚聽到 Cia 你說的話 你是對於Well-being Planner這個工作職位的興趣,對嗎? 是 Well-being Planner, 是 所以你的問題是 因為我看到你們說是根據我們應用的背景 就是我們自己的背景去配對工作給我們的 我們如果對某個崗位或者職位很有興趣的話 會不會提出讓你們更加了解到我們的興趣所在 可以 剛才我有一頁就是講報名的程序 如果Ceia 你開了帳戶之後 你也需要填回自己的個人資料 包括VASK 可能你讀的本科或者你的經歷 這個VASK也包括了你的性格特質 你的性格等等 在你的歷歷裡面我相信你也會分享一下你的興趣 或者是你其他一些參與的經驗 未必完全是你過往的本科的東西 我們會透過你的申請 也有需要你必須選擇你自己最有興趣 可能首選 你對於Well-being Planner這個工作相對地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會就著你的申請 再聯絡你 看看有沒有補充的問題我們想知道的 如果你選擇了Well-being Planner 我們也會把你的申請交給 相關的學員捧仇 就是New Life那邊 跟著他們去跟進 看看你們的申請 是否符合他們雇主的要求 好 平白了 麻煩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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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友誼教育 是嗎 是友誼教育 是友誼教育 是友誼教育導師 明白了 不如我看看 剛才其實Mr. Wong也有說過 可能你未必需要一個公司的教育級 我看看Mr. Wong會不會有什麼補充 是否必須要懂藝術 或者是否必須要有一個教育的資歷 的知識 我們希望學員可以有一個藝術的專才 能夠在學校那裡去推行 或者是發揮他的專才 是的 好 但是我覺得其實剛才Mr. Wong也有提到 那個心態 那個價值觀也都很重要 如果Tony 你在你 就算你的本科 不是修讀於藝術 或者不是修讀教育的 但是呢 其實你有其他義務工作 或者是你做過其他委員 和這個計劃 或者你真的很有熱誠 我們都會積極考慮你的申請 我也鼓勵你 如果你未開帳帳還未申請的話 不可以先申請 然後呢 也選擇這個associate artist 讓我們再看看你的申請 看看會怎樣做到一個更加好的 工作提供的 好 好 好 其實我另外又看到 在討論室裡面 有一位同學在HACT那邊 HACT 那裡 Jason 應該在問這個實習的時間 以及人工是否可以跟僱主談 這個實習的時間 可能每一個工作崗位 的確有所不同 然後僱主都會是最後一個決策 去告訴你 你的包裝是怎樣的 那可能 Jason 你都可以先報了 然後可以再聯絡 我們可以幫你 再去看看你的申請 然後呢 再將你的申請 跟工業、工業、僱主 以及僱主 之後再做一個配對 最後會交給僱主 以及你去決定 最後那個工作的時間 以及工作的詳情 是很明顯的 Jason 如果你還在這裡 看看我們 會不會可以幫到你 如果你對於某個工作崗位 特別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訊息我們 我們都可以幫你 聯絡相關 或者聯絡你 給相關的工業公司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詳細的資料 我們可以補充給你的 我們可以補充給你的 Hello May 是否你有些問題呢 May Lee 是否有些同學 是May想發問的 可能還未看著 May 如果你有問題想發問的話 你可以打出來 我們可以在討論室內 補充給你 那我現在先假裝了你 如果你還未有問題的話 對 謝謝May 我先補充剛才一位同學Sia 的問題 其實大家可以在這個報名的程序中選擇工作的崗位 大家可以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你可以選擇兩個工作崗位的時候 我們會根據你選擇工作崗位的次序的時候 就會再因應你的申請,再做一個聯絡我們相關的僱主 相關的學業統籌和僱主 好,另外在 chat room 裏面都有Jasper 提問的 就是全職工作 哦,我記得Jasper 昨天你也有出席我們的活動 我們都會因應你的工作經驗 如果你在 CV 上寫得清楚給我們 或者是你不公開的計算你自己的工作經驗的話 你可以聯絡我們的同事 或者你遞交申請之後 我們會聯絡你 如果Jasper 你想直接找我們 你也可以訊息給我們 或者是電郵我們也可以 我們會看你的工作經驗 我們會再就你的申請 再給你一些訊息 看看你算不算合資格的 我聽到… 我都叫你OK我其實那… 怎樣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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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對… 對… 好,我會想追究竟 誰是… 對… 好,我們看看參加者還會不會有任何問題 我們團隊都會在這裡多留幾分鐘 如果大家有問題都可以 訊息我們,或者是可以舉手提問 好,Tommy 今天想問,你剛才說到無論我選擇哪一份工作 其實他最終覺得符合資格之後 他會跟我們簽約,好像上班一樣 一年合約的結識,對嗎? 沒錯,是的 我是一個上班的狀態 只不過是一個在職培訓 一個一年的在職培訓的計劃 對 你的理解是對的 其實這是一個全職工作的機會 但是我們令到你的工作的經驗更加豐富 好,因為有一個持續的一些培訓 以及不同的一些教育的課程 可以給你 你的理解是對的 是一個全職一年期的工作的機會 好 好 或者我們再多探索最後一個問題 看看會不會還有其他參加者 會有問題想問我們 好 好 應該是Emma Emma 應該剛剛看到你舉手 Emma 你好 Hello 請問聽不聽到我說話 聽到嗎? 清楚 我想問那個面試的過程 大概會耐久 因為我中間 五月到六月中間 會有兩個星期的時間 在香港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夠錢 面試的 我們先講一下群組的程序 如果你的申請被接納的話 我們會安排在 其實一個星期你完成了的申請 我們拿了你 然後你Ellegible 其實都會盡快安排你去做群組的 群組的 也是網上去進行 網上進行的時候 都會是九至一小時的 一個網上小組的面試 之後就會因應個別的僱主情況 然後就會安排一個面對面的面試 如果你說你五月之後 我就會更加建議你 盡快完成你的申請 在你可能有兩個星期 暫時在香港的之前 可以做到一個工作配合 以及完成整個 拿著工作提供 甚至乎簽約的程序 我們都會再跟個別的職員 去配合一下你的計劃 不過我剛才說過 我們採取一個 Rolling Basis 的機制 所以你早些完成這個申請 其實很大機會 可以盡早在你要離開香港之前 拿到工作提供 不過提提大家 就是我們必須要 需要所有 如果拿到工作提供的人 都要出席一個 專制的訓練 就是兩個星期的訓練 是必須要出席的 所以也要夾一夾你的計劃 我好希望你可以出席到 剛才你看到的照片 其實那個訓練也是很豐富的 而且也可以絕對幫助你 之後入職的時候 發揮你的工作 技術系統 一個很好的培育方法 嗯 明白 我想問那個訓練 那個時間 是否確定了 還是我可以自己選擇的 那個訓練的時間 我們有三個階段 現在就是這三節 在不同的時候 那是一個一個星期的訓練 暫時都會在一至五 和九至六這段時間發生的 那日子都放在這裡 我很希望你可以參加到 因為那兩個訓練 雖然未正式入職 但是我們都會留意的 還有對於將來的之後入職 甚至乎更加長遠的一個 職業的開展 都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嗯 明白 但是我想問 因為我建議現在有三個程式可以選擇 那是否三個都要出職 還是我可以選擇 三個都要其中一個 就是我可以自己選擇 出職哪一個 還是已經確定了 我一定要出職哪一個 我們會根據你的申請 和你當中不同的進程 安排你去一個 到時候你可以再個別 跟我們 或者跟工業公司 去說你可以出職哪一個訓練 其實有兩個星期的訓練 一個星期就是在這裡發生 就是香港中文大學通緝 然後工業公司的訓練 就是緊接著下一個星期 明白 整個都是兩個星期的訓練 是 明白 如果假設你安排了3A的項目 但可能那段時間我沒有空 那我是否可以調動去其他的項目 是的 那我們就會跟你 討論 看看是否安排你去3B 或者3C 然後你之後 是不是3B之後 但是又 3B之後出職了一個星期 那你也要出職了第二個星期 由學業統籌安排的訓練 嗯 明白 好,謝謝你 好 那希望你可以盡快完成你的報名 好,謝謝 好,最後啦 我們回答一下Jason 的最後一個問題 VSK 對正常工作面試有沒有用? 是有用的 那因為呢 其實僱主可能很多時候都會問 一些申請者 你有什麼興趣的? 或者是你尋覽什麼的? 你的價值觀是怎樣的? 那這個呢 其實無論你去外面其他面試 其實一個更加有系統去表達你自己 是全方面的一個你自己的人才的性格特質 不只是一些困難的技巧上面的東西 其實VSK 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去表達你自己的一些軟技巧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你的很好的長處或者特質 就從一個價值和文章的角度去出發 那我覺得呢 大家不妨都上去相關的網站那裏 香港創辦會辭時尋找到的 今天哪一個網站呢 其實就講解很多到底BASK 怎樣去用 以及怎樣更加全面去表達你自己的一些個人的特質 適合那份工作的 好啦 我們今天的時間呢 都真的差不多了 那如果大家呢 還有問題的話呢 記得 訂閉到我們 chat room 裡面 Yoyo 分享了我們團隊的聯絡方式 那有些什麼問題呢 我們都可以在 WhatsApp 和 在透過電話和電郵裡解答的 那今天呢 再一次多謝這麼多位 行業統籌 以及這麼多位參加者 出席我們這個活動 那稍後希望會收到大家的申請 如果有任何詢問都可以再聯絡我們